习思想不容增减 陕西日报新闻部编辑与值班主管 因在文章写习思想的特定词句时 在习近平的名字后多加了 总书记 三四 因此犯了 政治类差错 两人共被处罚了人民币 一万五千元的罚金 香港南华早报取得了陕西日报的内部惩处文件 被罚款的是陕西日报新闻部编辑刘慧与值班主任王歌华 在15日的稿件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成 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多了总书记三个字 是刘慧将原本正确内容给改错 不过 习近平确实为中共总书记为何有错呢 原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此句话被视为习思想专有名词 中共所有官媒提到此句话时 一律被完整提及这16个字 两人加了总书记三字 于是就犯下了大错 尽管在16日凌晨 编辑出版中心叫对组 有修正 但是陕西日报仍旧按照管理处罚办法 对犯下政治类差错的两名编辑罚款 第一责任人流会遭罚款人民币5000元 值班主任王歌华被罚款一万元人民币 实际上 体制内的人总希望把事情做好 绞尽脑汁讨好上面 但殊不知 中共的党文化处处都是杀手锏 容不得增添深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